誒 捏打褲 嗯? 我們來比賽跑步好不好 好啊 好 預備 哇 太快了 哈哈哈哈 超超快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羽毛 今天來講一下PTR的更新 上一部影片講到的 Diva跟壁壘的更新也都在PTR上改動了 那我們來一一的來看PTR到底更新什麼吧 首先先來講介面的部分 介面部分也是這次更新的一大重點 就是自訂遊戲被移掉了 而自訂遊戲被加到遊樂場 按下對戰 遊樂場 建立遊戲 就可以跟好友玩自訂了 而且如果你的遊戲是公開的 所有伺服器的玩家都可以加進來 並且只要在遊樂場中按下搜尋 就可以找到其他玩家的遊戲 找到你想玩的遊戲加入就可以了 最最最重要的事是 在設定遊戲中可以設定好多東西啊 包括開頭看到的移動速度 子彈速度 甚至是車的移動速度 這些就要靠大家去摸索囉 而且打完還有經驗值 喔對了 搶行模式也有 而且還有新的地圖 包括 黃昏的伊利歐斯 現在抵達伊利歐斯 晚上的尼泊爾 前往 尼泊爾 前往 尼泊爾 前往 尼泊爾 漂亮 還有 沒有變的綠洲城 再來是大家期待的英雄部分 首先當然是先來講壁壘囉 壁壘在激鬥模式的時候 武器射擊的擴散範圍降低25% 子彈速從20加到25 現在根本超猛的 已經可以當76打了 在少衛模式時 變形時間降低0.5秒 現在只要1秒就能變形 武器的擴散範圍加大50% 而且全程機槍的擴散範圍 都會是最大的狀態 這代表遠距離的敵人更難打得到 就算是點射也沒用 子彈加到300發 但移除了爆頭判定 自我修復 現在的修復預設是放在右鍵 可以邊走邊修 而且不會因為受到傷害而中斷 這個修復技能會像 diva的護盾一樣有能量限制 再來大招的部分不會加血量 一樣是300血 但是壁壘在架起來 跟坦克大招的時候 都會有減傷35%的被動技能 diva 現在diva的護盾可以擋下超近距離的攻擊了 像是你或是隊友被藍路珠勾到 如果你馬上開盾就可以擋掉藍路珠的傷害 不像之前子彈必須飛行一段時間才被擋下來 慈悲 有沒有很驚訝啊 慈悲也有改呢 慈悲現在用復活的話 會跟隊友一樣有短暫的無敵時間 減少了犧牲打的情況發生 並修正了可以對紅光普照的殘牙塔 進行補血以及加傷的沒用動作 小美 小美在冰箱的時候可以被隊友當目標了 像是幫冰箱的小美強化啊 或是幫小美上盾都ok 托比揚 托比揚的子彈現在會比裝填彈藥的動畫 早一點裝填完畢 接下來是關於目標靈敏度 像是慈悲的補血 扎莉亞的上盾 亥影的亥魯 安娜的強化之類的 這些都可以設定靈敏度值 如果將值設定在最低 你就必須完全瞄到目標 才可以施展技能 如果是預設數值100 就是跟以前完全一樣 最後最後是地圖的更洞 現在的艾西瓦德城堡門口 如果突破後門並不會關起來 而是會有小石堆 讓進攻方能有更多選擇方式來進攻 PTR的更新介紹就到這邊囉 至於什麼時候更新到伺服器上 應該是14號或21號吧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一下喜歡 並且分享出去給更多朋友 想繼續收看的可以點一下 我帥氣的大頭天來訂閱 怕錯過我的直播別忘了點鈴鐺按鈕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